婆婆 这个后视镜换了颜色跟原来的差一点呀 这也没办法呀 毕竟不是原装的 好吧 那我们这个车件的洗不会坏吧 怎么会呢 这个车一下漂亮多了 真好看 嗯 是挺好看的 哎 你怎么又来了 哎呀 上次是我不对 这里面车子出了点事故 是我不对 我特意来道歉的 道歉就不用了 这个车已经修好了 新的后视镜挺漂亮的嘛 漂亮啥 还有色差呢 你到底找我们干什么 哎呀 我稍微去接还是放学 想再借一下你们的车 想都别想还借车呢 小月你看我也到车也赔钱了 这次保证不会出问题 想都别想 你自己搭车去吧 行 挺运气的吧 你们等着 等着就等着 好了 你也别洗了 去上班吧 我来就好 好 那交给你的婆婆 我先走了 嗯 我被你踏出一次梦的锻炼 遇见一个人 然后生命全改变 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想 小玉你怎么还走路去上班呢 我还没有驾照呢 刚要考科目二 这样啊 要不我载你 不用了 很快就到了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水 阿莉阿莉要去田里了 是啊 去田里 你们又在聊什么呢 那么认真 没什么 赶紧去忙 好吧 那我走了 早上好 早上好 来 来 你们也来吃饭 哎 没想到小云他们家居然会做这种事 是啊 平时看起来湿湿稳稳的居然这样 哎 小白 大家今天究竟在说我什么呀 一直躲着我 我做了什么 飞飞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说你们家找他们借钱 钱没借你们就到处说人家坏话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什么鬼呀 根本就没有这个事 谁知道是真是你 最好谁想办法辟谣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到底在说什么呀 没有什么 做了不是你呀 不是我指我干嘛呀 到底在说什么呀 就凭着你们家找他儿子借钱 婆婆你知道吗 阿龙到处说我们的坏话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嗯我知道了 阿龙妈妈到处说了 这怎么办 我们找他们去理论吧 不用了 这种事理论不清楚的 难道我们就竟然让他到处造谣吗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我们就算跑断腿也没有 谣言嘴一致者 不用放在心上了啦 可是婆婆 要是太过分了 我们起诉她去 好了别想了 去买瓶醋吧 好我知道了 你什么偷端鸡呀 我没有偷端鸡 那你口袋里是什么 我自己外面买的 胡说这是我们店里拿的 看你在店里走来走去 口袋里就多了东西 我真的没有拿 不可能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又不买东西 他没有偷东西 他刚才进来的时候 东西就插在口袋里面 怎么可能 我都没看到 我和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你根本不在这里 对呀 你根本不在这里 胡说 你们是一伙的吧 那你去查一下监控啊 算了算了 查监控这么麻烦 这些东西不要了 真是莫名其妙 收付钱 刚才谢谢你 我怎么没点到邮件块 没事没事都是小事 那个我替我儿子跟你道歉 我回去就让我儿子跟大家走 你们没有跟我借钱 好那先谢谢修平一了 那好 我还要去买菜 我先走了哈 好 人对爱和永远 应该有幻觉路过人间 也在几十年 却为了爱 勇于做多岁 婆婆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赶紧过来吃饭 怎么了这么开心啊 我们不用搬去那些谣言了 刚才修平一 答应我回去跟阿龙说一下 让她诚信一下 怎么回事啊 我跟阿班了修平一 我搬她这里没有头 她就说要帮我们了 这样啊 干得不错 你没有心存愿意不帮忙 这样也给我们省了不少麻烦 来多吃点吧 海力汤家醋很好喝的 好 老板好 我是公司前台的小云 我来公司已经 阿媳妇你怎么还不去上班 还在这里啊 婆婆 去年完部门的主管离职 到现在还没有新的主管 老板说让大家投票竞选 我也想试试 哦那是好事啊 坐前台也可以一点点升职的 加油 你看我今天竟然穿得体吗 得体得体的很 去吧 我等你好消息 相信你可以的 要不我再练练吧 晚点去 那你可要迟到了 那我不练 我先走了婆婆 赶紧去吧 小云你这两天穿这么自适 干什么 老板明天不是要竞选主管吗 我也想试试 你真的要试吗 应该没人选你吧 为什么 我觉得我做事已经很认真了 而且这一年我进步了不少 你自己好好想想 跟大家的差距吧 看有没有选你的 我和你们的差距 我知道了 因为体力太低了 老板我来了 你来了 今天要辛苦你了 今天很多 那你谢谢妈妈 我不是你 我不会相信 我又比情人还死心踏地 就算你忙连爱 把你问风接启 你也不会放我 只是我几句 你也不会放我 不管风是你 天我 我不会确定 朋友比情人 感动的倾听 我的身体指定 我的游户呼吸 我一步飘到你 天天 我 天天 Zither Harp 老板我做完了 哎阿脸你做好了 来 老板你给多了 不多现在不好招人 那你干这么多活应该是你的 不是应该很多人去活干嘛 哎我也不知道能去哪 开六千都没人来 那我先回去了 啊去吧 哎阿师傅你下班了 怎么样记写上了吗 没有我不参加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不想参加 我学历这么低根本没人选我 再努力也没有用 会招人会做事有什么用 喂老板 我家里有一个人可能会帮你解决招人的问题 这什么原因啊 我上车被人发 嗯我也不清楚 不过这个人就是我阿媳妇 你要不要过来我家 我让他跟你好好说说 行我这就来 嗯好 阿媳妇别难过了 出来烧水泡茶 阿玲我来了 有什么办法好解决的呀 哎老板你来了 这是我阿媳妇 在公司专门负责招人的 她一定能解决你的难题 是吗 家里有这么大人才也没告诉我 哎呀这不正好吗 你有什么招人的难题 问他这没错 哦哦对 我是懂一点点 这次就麻烦你了小姑娘 你看我国字开点也不低 但就是烧不到了 吵死我了 我想知道您在哪些渠道招人 因为这个招人的渠道也很重要 原来如此 谢谢你啊 没想到你这么有经验 我这本科有什么用 这都想不着 我的学历很强 学历不高有什么关系 你已经很好了 我这就回去招人 下去过去我那里住啊 好没事 阿玲谢谢你帮我学些问题 我回去招人了啊 好嘞小事啊慢走啊 人对爱和永远 应该有幻觉路过人间 也在几十年 却为了爱 勇于做多碎 阿西部可以吃饭了 他 我今天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呀 我又没做什么 我知道你看我难过 特地叫那个老板来的 我现在不难过了 学历逼被人嘲笑 我都习惯了 这可不能习惯呀 出社会头两年看学历 是因为学校里学的东西 对工作有用 可是到后面看的 这不是学历了 不看学历那看什么 是你的努力呀 我相信你的努力不会白费 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 怀疑自己 嗯我知道了婆婆 明天一大早我就去生气 应该来得及 这次我绝对不放弃 嗯赶紧吃饭吧